大家好,欢迎收看焦点工商铺,我是Karen 今天是牛年最后一日大随值 在送购营生之前 先和大家回顾一下上星期工商铺的重点新闻 世马公项项目大受欢迎 据市场消息 今朝阳新式公项项目I-City 在短短一星期内部认购已经超过50间工作室 相信正式推出市场之后 销情将会更加刺热 市面新年气氛浓厚 不少的投资者都趁在过年前入市 市场上录得多宗大手成交 当中包括美资基金以8.5亿 扣入上环荷里活道Traveler酒店 该酒店共有148个房间 每个房间作价大约574万 买家扣入之后打算改为共居空间 消息指有资深投资者家族 以3.5亿沽出长沙环 泊育工业中心多层楼面连6个车位 总建筑面积大约69,000尺 尺价大约5089元 今次逆手楼面 占该工业大厦的一半业权 新买家为迷你仓的营运商 至于商铺方面 有资深投资者以大约2.7亿 沽出湾仔庄士敦道一的地铺 铺位建筑面积大约3885尺 尺价大约接近7万 该铺位现时由体育用品店租用 月租大约70万 华牧计较早前售出池云山 蒲江村道和葵冲大龙街护老院铺位之后 市传近日再以6500万售出 葵冲、离木道、葵寶大厦一男子的铺位 建筑面积大约8049尺 尺价大约8076元 该一男子的铺位现时由护老院、补习社、小食店租用 每月月租大约22万 除了买卖之外 市场上同样录得大手租务 消息指 电器品牌菲利浦 租用九龙湾温卡沃沦全层楼面 面积大约23000尺 尺租大约26元 属于市场水平 明天就是大年初一 我在这里祝大家苦年亨通 香港百业兴旺 下次见面时间是2月14号情人节 记得紧贴我们中原工商铺资讯台 拜拜